安省政府计划对医疗体系进行改革 省府过去10年改善了基础保健普及 提供更多居家护理服务 缩短医院等候时间等等 但医疗体系仍有待改善 省卫生厅去年未提出改革建议书 一直在征询各界意见 2月23日晚 医疗整合网络LHIN就召开了社区咨询会 来看记者的报道 医疗整合网络令 首先向与会者介绍卫生厅的医疗改革计划书 该计划首次提到文化族群 特别是新移民 没有得到充分的医疗服务 很多人在晚间和周末很难看到医生 只能看急诊 不少家庭发现 居家和社区照护服务不统一 许多家庭看护正承受很大的压力等 很多问题起因于不同保健服务的 不同规划和管理 为了让令更好的统一和整合 所有的医疗服务 卫生厅拟在四个方面 扩大当地医疗整合网络的职责范围 一 更有效的整合服务 更加公平 二 及时获取基础保健服务 在基础保健和其他服务之间 形成无缝的连接 三 改善居家以及社区护理的 统一性和普及性 最后 加强民众 与卫生保健和其他保健服务之间的联系 为东亚以及东南亚裔社区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 康福心理健康协会 对卫生厅的建议书总体表示欢迎 我们很高兴这个项目出了来的建议 因为是有几样的 第一个他们是第一件事 是想将这个CCAC这个社区服务 是将它归纳在这个LIN里面 这个目的就是希望将现在的经费 尽量摆在前线上 这个是我们欢迎的 第二方面就是他也是第一次 是开宗名义是说 希望是我们的小组绿 一些的比较受影响的群组 是可以我们的声音可以得到 是听到 第二就是我们的服务是可以接受到 同时他们也有一定的担忧 但是我们是同样有一个关心 就是究竟他们有多少的资源放下来 有多少的决心 是真是能够听取我们小组绿的意见 能够令我们参与那个决定的过程 还有真是将服务放在我们那里 因为小组绿其实最面对的 去接受健康服务就是文化和语言的差异 省卫生厅于2015年12月17号提出改革建议 今年2月底社区咨询完毕 即将开始推行新的措施 华人天地记者朱峰多伦多报道 谢谢大家